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这个普京在俄罗斯的民调这件事情 他到底是真的假的 或者是说当地人到底怎么看普京的 我们现在有一位台商 他人在俄罗斯 所以我们来问问看这位台商 请他来帮我们报导一下 在俄罗斯这边在震火下的俄罗斯 现在到底如何 乌克兰在打仗 是不是俄罗斯人还是支持他们的领导人 这个是高军冰 高冰军先生 你好 高先生你好 骞泽好 来宾好 观众好 是 我们看你那边这个还在下雪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您看到的 因为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了一个月了 俄罗斯人民到底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他们有支持有反对的 然后大部分反对都是年轻人 然后也还有一些是高技术的人才 因为他们乌克兰有四百万人 他们在俄罗斯工作 是 高先生您听得见我说的话 您现在的位置我据说是在克山 克山是在莫斯科东部的一个城市 可是是在整个 这个俄罗斯算是比较西方的一个城市 它是一个体育都市 那我看到这个街上 不是 它是东方 它是东方 OK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比较东方一点 我看到你走到一个广场上 当地人生活一切如常吗 因为西方其实一直不断的在制裁俄罗斯 你们的这个包括失业 或者是所谓的通膨 现在有很严重吗 跟平常一样 跟赚钱一样 有涨大概就10% 20%而已 不是很多 是 我们刚刚其实有报导过说 俄罗斯有一个民调 那在三月份刚刚出于无论的这个民调 是大概有83%的人是支持普钦的 那西方世界很多人说这个民调是假的 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这个还是可以参考 因为大部分 他们的年轻人不太愿意去投票 就是 即使我跟我女朋友说 你要不要去投票 他也说懒 所以这个民调可能他是 是访问那些会去投票的人 他真正有投票权的年轻人 他们也就是无所谓 所以就算他们反对普丁 也没有办法把他拉下来 因为他们不跟我们就不去投票 是 我们现在看你一直在往前走 你是要走到一个商场去是不是 因为我看到昨天你提供给我们 麦当劳在当地已经重新开业了 您现在要走到麦当劳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状况 可以耶 在您背后的就是我看到 麦当劳的logo对不对 那这边是什么时候开幕的 什么时候重新开幕的 那他之前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是被迫关闭吗 那当地人的反应是什么 他没有关闭啊 只是当地人 一开始有想说会不会关闭 但是后来也没有 其实我也一直在等他关闭 你一直在等他关闭 所以不像是我们看到外电的报导 是所有的麦当劳都已经关闭了 没有啊 甚至肯德基啊 那个汉堡王都没有关闭 我现在进去看一下 好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个是麦当劳的加盟店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分辨他们加盟店跟自营店 对啊 你看现在很多人 我给你看一下 好 很多人都在排队 哇 不少人耶 在排队买东西 有人正在用餐 对 对 刚刚好像打扰到人家那个吃饭 好 我们请这个高先生留在线上 大家看一下就好 好 我们请高先生留在线上 再请教这个亮哥 亮哥 因为麦当劳在俄罗斯有650家 那俄罗斯人很喜欢吃汉堡 那普丁早就说了 说如果美国的那个老板不过来 那他就让员工自己复业 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员工自己复业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那只是说现在有那个权力经的问题 可是重点是西方的制裁 如果从高先生的镜头 跟他的语言听起来 没有受到什么很大的影响 这个是当地的员工 可是他们的通膨 他们的物价 他说生活一切如常 就说跟赚钱一样 因为他自己有粮食 自己有能源 所以我认为这个影响不大 他当然他自己有 所以他不需要从外面大量进口 现在影响比较大的是 手上有外币的人 手上有外币的人 就使用上非常不便 是 这个是比较明显 好 我们非常谢谢高先生 从俄罗斯的客山 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画面跟消息 非常谢谢您 再见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再来看看 因为有很多的信息 必须讲现在此刻 是非常混乱的 因为我们台湾 接收太多的西方媒体 我们也都自诩是 跟着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那一方 所以我们看到的 会以为普京好像快撑不下去了 整个俄罗斯好像快倒了 可是从这些真实的人 他就生活在那里 看起来又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要很仔细的来分辨这些讯息 普京现在在做什么 他在卖油 因为西方说你要制裁 制裁我的油 可是我欢迎你用打折 用更低的钱来买我的油 普京在今天已经正式宣布了说 不友善的国家 你要来买天然气 要用卢布来支付 我们台湾也是不友善国家的名单之一 当然法德这些欧盟的大国都说 你这个是敲诈勒索 我不要 我没有办法狗同 所以两边僵在那里 那到底是谁需要谁呢 来看看印度 印度在不断的 在这一段时间内 去抢一些比较便宜的油 而且是开战之前的价格折扣 每桶的折扣是35元 大约等于65折 这样子的价格去买每一桶油 所以他在这段期间三月 他就进口了600万桶 等于是他去年全年所需的一半 我在一个月之内 我就把你买齐买好 然后存起来了 所以有人说 印度是最聪明的这个国家 在这场战争里面 战争很残酷 可是呢 对印度来说 这是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 是这样子吗 还是说大家也要谴责印度 你实在是不仁不义吗 那印度当然有他印度的想法 各方都在积极拉拢印度 这一个国家 那包括呢 这个白宫的副国安顾问就说了 印度你不参与制裁呢 你会面对所谓的后果 而且是未来 将来你会面对所谓的后果 那来看看英国 英国跟印度的关系 过去是殖民地 跟殖民宗祖国的关系 他们的外交大臣就说 印度你现在是主权国家 所以我们无从智慧 我没有办法作用你啊 不过美国还在持续喊话 说你买少量可以 可是不能大买啊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说 这个我们也要把你拉拢过来 所以3月31号呢 他展开两天访问印度的一个行程 他到底说什么 他到底要如何跟印度结盟呢 这个就有一些细节 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再来看看全球的物资啊 包括葵花油 观众朋友 你家里面炒菜用的油 是不是葵花油呢 我们现在才知道 俄罗斯和乌克兰 是全球最大的葵花籽油生产国 光是这两国就占了全球的总量一半以上啊 所以你就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在西班牙超市 你看到了 他们把每一桶葵花油都用锁 把它给锁起来啊 过去大家可能认为说 葵花油这么便宜的东西 你干嘛上锁呢 因为现在洛阳只贵了 因为你没有来源了嘛 所以开始上升了 于是呢 西班牙很恐慌 超市为每一瓶油上锁 来防盗窃 来防盗扣啊 那你也可以看到俄罗斯 他加码宣布 4月开始到8月底 我葵花仔 我不要让你出口了 或者是我要实施出口的配额 来看看呢 很多的报道 包括这个葵花籽油啊 是一个这个大量的一个民生所需啊 所以印度一样 他也高价订购俄罗斯的葵花籽油 以及呢 包括大量采购这些葵花籽油 可能印度人喔 他也很喜欢吃炸物嘛 那另外呢 俄罗斯 因为他已经讲了很多次 从今天开始实施嘛 进口的粮食这些呢 卢布可以用喔 可是友好国家货币 我也可以收啊 友好国家可能就是人民币嘛 或者是印度的卢比喔 我也可以收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哪一些国家 趁机转向 或者是从这个战争中喔 把他国家的这个利益牢牢的守住 美国白宫说喔 支持欧盟拒绝使用卢布 因为到目前为止 欧盟还是说我不使用卢布嘛 来结算俄罗斯天然气的管向 美国说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可是美国受的伤害 其实是比较小的 来看看印度喔 因为最近喔 很多台湾人会认为 印度这个国家过去 我们的新闻大白话 或者是新闻的报道比较少 现在开始觉得这个国家有意思喔 也许过去对他的注意比较少喔 他还怒呛喔 这个印度节目主持人怒呛 拜登挑起了俄乌战争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听听看 I am really shocked It's the only way I can put it that India which claims to be neutral and sympathetic at least to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s negotiating a deal with Russia for 12 Su-30 aircraft right now as we speak I am absolutely shocked not only that The Financial Times which is not an American newspaper has said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rupee for ruble deal Now come on You're accusing NATO of being weak What is India doing I shall only respond to you very briefly to your unnecessary attack on India I do not understand anymore and it's becoming frustrating that any discussion regarding this war becomes a discussion on India Well I will say it one more time to you Dov India is going to take care of India India is going to look after India's interests And our economy Is growing three times the pace or four times the pac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living under the poverty line They are not able to make ends meet Right And more and more Indians are rising economically And please we This is not our war Dav You are the ones with the bio labs in Ukraine You are the ones you know Joe Biden's sons was doing all kinds of business in Ukraine You are vested in Ukraine You are pushing Ukraine You are encouraging Ukraine And yesterday your president went and said Listen Zelensky If you want to give up territory It's your choice Listen Zelensky If you want to break up your country And give a little bit of it To Russia it's your choice You have hung the Ukrainians out to dry Dov And how dare you question India all the time You've hung them out to dry You are just saying go fight to the last two years We've given them over two and a half billion dollars of assistance How much have you guys given The whole world considers Mr. Putin a complete aggressive We've given humanitarian aid It's your war It's your war We'd rather give them food than weapons By giving them weapons You are driving them further down into greater difficulty 也許這位主持人說出很多人心理的想法 這不是他們的戰爭 這個主持人就是你們新聞大白話 講的是真的白話 我跟你講金融戰是美國掀起來的 要把俄國踢除在所有支付系統裡面 這是拿金融來掐死俄羅斯 對不對 沒想到印度是掀起了國王新衣裙子的那個人 小男孩 他把講了實話 很簡單你看這個金融戰 美國的宣傳是高大上 我有人權 侵略 戰犯 這個危害全世界的和平 他的理由是這麼大 那根屁從也是德國法國也講 這個這個 但是印度是從實際上來講 我要不要油 我要不要吃葵花油 35塊 你知道現在人家有的經濟學 已經預估每一桶要漲到100美金到120美金 那不止六折 對不對 四折 所以 印度就很聰明 那印度憑什麼有這個底氣講這個話 第一個 我印度是你美國需要我加入印太 不是我主要要加入印太 我加入印太有什麼好處呢 搞不好要跟中國對幹 對不對 印度的地理位置又是在歐亞板塊的南端 跟中國大陸跟俄羅斯是整個歐亞板塊裡面最大的 人口最多的 市場最多的 誰有求於 人家有求於我 你要賣東西我人多 對不對 第二個 我的國防 蘇聯是所有武器的供應者 第三個 中國大陸兩次有邊界的糾紛 但是從來沒有侵略過它的土地 那最近阿富汗的問題 那六國還是七國的外交外長會議 那阿富汗 因為印度對阿富汗也有戰略上的一個需求 就在他旁邊 所以他參加這個集團是代表他向歐亞大陸的中西位置的國家靠攏 今天我靠美國這一邊拿不到實力 你參加這個亞太這個印太這個聯盟 我只有出兵出仗打仗的 那我的海軍又不強 印度很務實 很務實 對他非常務實 而且講出了大白話 他講了大白話 好了 你不要看德國跟法國講得很好聽 骨子裡也在想辦法 要換盧布來買油 天然氣 美國送來是緩不及急 又貴 對不對 所以私底下你看 像意大利就公開反對 我不參加什麼什麼選邊站 我吃飯要緊 用電要緊 所以德國法國也會轉 所以金融在表面 美國好像很厲害 現在被這個印度戳破 好 所以能夠